F-36王蛇战斗机具夕主要采用F-16的主架构但采用隐身化设计 使用F-22战机所用的F-119涡扇发动机 以及F-16V所使用的ANAPG-83电子扫描阵列雷达 以及Legion光电红外瞄准系统 再加上专门设计的基附单仓 从而构成了一架新型隐身战机 不过为了大幅降低造价与维护F-36的衍生是有限的 而且主要还会采用机外挂弹的作战模式 所以这并非是一架新的第五代战机 而是一架五代减战机F-36不是一架升级版的四代机 而是一架降低衍生设计与作战的五代机 此外F-36可用的航电非控做舱盖与武器挂架 几乎就会使用现有成熟技术 只不过是将F-16 XL的单垂尾改为外倾双垂尾 这样更加有利于隐身 从以上所用装备来看 F-36的很多设备都是现成的 这使其一弹项目被确定 最快可在一年内完成设计 再加上美军计划采用3D打印技术来完成关键件的制造 从而可在2030年前让该机进入美国空军服役 从目前美国空军所用的大部分F-16战机均以进入老年状态来看 美国空军对于F-36的期待可谓是紧迫的 如果在2030年后还得不到F-36 美国空军就会出现断档 如今 在美国空军的要求下 军事画家已经画出了F-36的摄像图 该机明显是参考了F-06 XL的模样 F-06 XL是1988年通用动力公司参与美国空军重武装打击战机 飞样机具有庞大的战力 但是最终该型战机败给了卖到F-15E战机 F-36已出定将命名为王蛇 这是北美地区的一种毒蛇 寿命可达30年 这对F-36的使用寿命来说是个好兆头 F-36之所以命名为王蛇 是因为它们有吃其他蛇的习惯 一个适合用来代替F-16魁蛇的战斗机的名字 美军喜欢这样凶猛的毒蛇命名